全球多地接连写下高温记录影响水果的收成和品质 受访的商家表示木瓜和黄梨等收成减少高达三成 由于早晚气温落差大也使得瓜类更早熟 频频出现开裂的情况 来看记者陈庆林的报道 这家水果商主要从中国进口水果 在卖给本地超市和批发商 业者发现由于气温有落差 造成山东等地的西周蜜成熟时间缩短 果实虽甜但过于膨大 在收割时每十个钟就一个开裂而必须丢弃 各类的水果其实有看很多情况 瓜类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一点 梨在种植的时候它们一般都是套袋的 比较不会被晒伤 有雨水的话也可以缓和炎热天气的冲击 这家主要从马来西亚和泰国进口水果的业者说 整体供应同比减少一成 由于天气过热 导致木瓜花容易凋零 木瓜产量下降三成 黄尼也因为干旱天气 造成果肉缺少水分 这期间唯有西瓜较甜 当它的供应链减少的话价格就上升 所以现在老实讲价钱也是比较高一些 天气太热的话我们摆放的水果的话就要很注意 因为它更加容易坏更容易发酵的东西 然后尽量就是把水果收在冷房有必要 不要摆太多 新加坡果菜出入口工会答复本台询问时说 目前的水果供应还算稳定 工会也说除了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 我国也从泰国菲律宾和台湾等地进口水果 因此区域性的气候问题 还未对本地的水果商家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工会将会协助商家进一步的扩大货源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庆林报道